欢迎回来 雪山是台湾的第二高峰 但攀登的难度其实不高 它开发的比较早 交通基础建设也比较完善 最快只要两天 它就可以攻顶 到达了3886公尺高度 不过也许就是这个原因 很多登山客的心理准备 和登山装备不够充足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如果又碰到登山菜鸟 就很容易在山中迷路 而雪山中的黑森林 就是最容易迷路的区域 两位山友陈佑竹和张云茜 在2013年底相约到雪山要跨年 没想到走到黑森林 8.2公里的地方就迷失了方向 专家指出雪山黑森林里面 由于是实例地形 一旦迷路看起来是万般皆路 要找到正确的路径不容易 而在高山当中 迷路超过三天 就很难存活下来 在这样险峻的情况之下 陈佑竹和张云茜 最后到底能不能成功地逃出黑森林呢 请看我们的报道 2013年12月22号 32岁的登山客黄启涵 在雪霸国家公园大剑山失踪 当时山区气温只有零下6到10度 搜救人员轮番出洞 却始终不见黄启涵身影 经过72天的搜索 终于在溪谷中发现他的遗体 而在黄启涵失踪前一个月 也有一对来自台南的欧姓夫妻 登大坝尖山时失踪 台南有一对夫妻 在11月底申请攀登大坝尖山 想要挑战圣冷县 但是过了预定时间还是失联 60多名搜救人员出洞 至今还是找不到人 紧接着一个礼拜之后 2013年12月31号 登山客陈佑竹张云茜 也在雪山黑森林迷路 夜晚高山气温降到零度以下 生命一分一秒倒数 你所看到的都是 整个山林都是属于冰空的一个状态 冒着寒风刺骨的一个寒冷天气 在这边做一个集结 我们都是坐落在比较暗的 然后可是我看过去这边 因为它不可能一直照前后左右 所以我这边的是几乎都是暗的 可是我这样看过去的那个空间 都是就是很亮 好像感觉那边是灯火通明 寒夜中的深山 哪里会有人 哪里会有灯 是接近昏迷边缘产生的幻觉 还是山中的神秘力量破碎 指揮手 指揮手 北英乌加特教警委长 发现目标 发现目标 2013年底 陈佑竹和一位男性友人 以及张云茜相约攀登雪山 他们在12月30号 到达雪山369山庄 准备隔天一大早攻顶后 晚上再回到山庄跨年庆祝 不料男性友人出现高山反应 独自留在山庄 陈佑竹和张云茜两个人 则是照原定计划出发 谁知道他们在12月31号早上8点出发之后 别说跨年了能不能回家都不知道 真的到了下午4点半多才觉得说OK 今天应该走不回去 那个当下才开始比较成熟 我说OK那既然走不回去的话 那我们应该要用什么样的方法来面对接下来可能发生的事情 一进去黑森林 因为黑森林它是整个太阳是没有办法射进来的 然后我们到达那个 就是大家是说那个是8.2K的地方 我们完全是找不到任何的路 可以上去还下去 黑森林是攀登雪山中最恶名昭彰的路段 不像一般的登山路径 只有一模一样的冷山木 草还有碎石栗 这样的路走了千百年也难以走出痕迹 它的能见度当于起雾的时候 或者傍晚 或者是摸早黑 我们要去雪山顶看日出 这种环境之下是最容易迷路的 一旦迷了路 因为那个腹地太大 整个谷线 整个山谷包围的区域都是黑森林 所以很多人到现在历年来很多迷路的 到现在还没有找到的人数会这么多 陈佑竹判断 向下或许能够回到武林农场 他铤而走险往西谷的方向走 下午四点半 山区开始被浓雾笼罩 温度也在逐渐下降 他们不只要找到回家的路 还要和时间拔河 迷路啊 你就沿着西谷往下走 走到后来你一定会到有人的地方 那是绝对错误的 因为西谷其实它有很多的断层 瀑布啊落差 你很可能一下去之后 你就找不到 确定当晚武法回到山庄后 他们开始盘点装备 寻找干燥气温较高的地方过夜 把全部的衣服穿上身 但即便如此 夜晚零度下的低温 让他们处于室温危机 超一两点的时候会觉得说 真的还是很冷 那个背脊啊 真的那个脊椎还是在发抖 所以我们有站起来 就是单脚自立 让就是末梢的血液 可以循环到心脏嘛 至少就说它也算是 不是说可以取脑或怎么样 它算是一个求生的方法 走了整整十二个小时 人以为晚上能够好好休息 谁知道打火机根本点不燃 寒气从张云倩的脚底往上串 他们唯一能想到的办法 就只有背靠着被取暖 希望在这段不知何时 才能结束的旅程中 生存下来 陈幼竹和张云倩的跨年夜 就这么度过了 2014年1月1号 早上7点 陈幼竹和张云倩整装出发 他们失踪已经整整一天一夜 搜救队也出动 从陆地空中缤纷两路搜索 那那个当下我们做的方法是 我可能拿起我的那个黄色的大外 大鱼翼开始摔 然后也有试着开始吹 那种旧音的哨子 就是三长的声 一直往外吹 希望他们能够听到 那一次是没有 有被看到 而且那个当下我们还特地挑了一个 确定上面 上空是完全没有被遮蔽住的 然后阳光是可以直接照进来的一个位置 直升机来找我们 搜救队来找我们 从空中看 当然先看到山顶 它不会看到森林里面的东西 出了森林线以后 基本上都是一个实力地形 人在上面穿鲜艺的衣服 有直升机搜救队伍过的时候 都容易被长大 直升机在空中盘旋 又眼睁睁看着它离去 两人心中虽然沮丧 还是不断安慰自己 至少搜救队已经出动 因为我手上有带那个高度级海拔表 然后一直到那个海拔 大概快低于 低于雪山 那个3693庄的时候 我就说 我们如果再继续往下走 可能有机会走不回去 或者是超过 我们现在可能 比较好的方法应该是 尽可能地往右走 第二天夜里 积雪融化湿度提高 温度又继续下降 身体有救伤的张云茜 体力虽然已经到达临界点 为了避免冻伤 它还是整晚站着 不识活动筋骨 又是一个不免夜 其实我最记得就是 我第二天走逃三细细的时候 我有那个衰落到细骨 然后整个就是腰部以下 全部去试的 然后到晚上时 事实上它是最难熬的 因为晚上我们虽然 第二天有找到一只打火机 可是因为我们没有 就是在野外 就是点那个火的经验 所以我们准备的那个枯树 枯枝是非常非常少的 所以我们从六点开始起火 到它整个就是没有火的时候 是烧了六个小时 晚上十二点就没有火了 真的都一直走不出去怎么办 对 有没有明天 那下一刻会遇到什么事情 我们都不知道 然后就是那个根本就不是路 因为路动是我们自己 要去开垦出来的 那你会不会再拨一个林子 就看到什么 第三天夜里 他们准备充烛 萤火烧了一整晚 张云倩表面看来平静 内心的恐惧却挥之不去 因为她心里清楚 在山里始终超过三天 获救的几率少之又少 第四天一早 依旧七点准时出发 不一样的是 走了四个小时之后 陈佑竹眼前似乎出现 似曾相似的景象 那个当下的心情就是 OK 确定 很明显地确定了 就是知道今天 一定是今天 一定能够安全地走回 原本的路了 而且对 已经确定有把握 因为那个就在眼前了 照片看起来可能还很远 可是我们从拍照的那个位置 一直走到3693中 其实也才花了 两个多小时的时间 因为我们到比较高 大概接近两千八的时候 她就说 那边好像是 就是我们往那个369出来 往那个黑森林的那个路标 然后我那时候 我听到这句话 我觉得我已经没感觉了 对 因为我真的觉得 我已经四天 整整四天没看过路 那路标对我来讲 就是也是一个幌子 将近八十个小时 陈佑竹和张云茜 终于再度回到369山庄 两人第一时间都难以置信 所以我们一进去369那个 然后尤其看到人 其实那个感觉是 是觉得 就是真的知道自己是活回来的 尤其那个队员 他们那个搜救队的队员 有拿手机请我们 就是第一时间 就是跟家里报平安嘛 然后真的就是 一打电话就整个就泪崩了 真的开始觉得 真的走回到 走回到正常的生活环境的时候是 已经搭上直升机 再要回到台中 中式的时候 那个当下其实 自己心里头才开始有那种 感动到 安全地回来感动到快落泪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我们两个的自身关键 就是冷静跟信任 感谢观看 有关 对 我先出转了 我先出转了 很过分 还在结束 打 应该